英国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 3月22日公布了未来几个月的疫情限制法规 英格兰的任何人在没有合理解释的情况下 进行国际旅行都将面临5000英镑的罚款 新的旅行法规将于3月29日生效 到6月30日结束 但不排除在此期间可能会更改 这项新的旅行禁令 不适用于前往海峡群岛、人岛和爱尔兰共和国 共同旅行区的人 有以下原因可以被允许出国 包括因工作、学习、法律义务或投票等原因 需要出国 因买卖或租借财产而需要出国 因婴儿出生或参加婚礼、葬礼等原因 需要出国 但在离开英国之前 仍需要填写旅行申报表 列出其旅行的正当理由和个人详细信息 否则将被处以200英镑的罚款 如果未填写表格 则航空公司可能会阻止登机 卫生大臣汉考克认为 这些措施对于减少英国各地的感染、住院和死亡病例至关重要 眼下欧洲国家正面临新一轮的疫情反弹 英国必须保持警惕 英国卫生部负责护理事务的国务大臣海伦·怀特利表示 英国人很喜欢旅游度假 但目前考虑在国外度假还为时过早 他敦促人们推迟制定国外旅行计划 根据之前公布的英格兰解封路线图 3月29日开始将允许6个人或两个家庭的户外聚会 户外运动设施将重新开放 人们可以参加有组织的户外运动 被要求带在家里的命令也将终止 而非必需品零售店铺 最早要到4月12日才能重新开放 谢谢收看 更多资讯请访问欧洲希望之声网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